我跟你们说 今年我都不会再玩打野了 因为这玩法实在是太皮了 上个分随随便便就上了 一点乐趣都没有 没有难度没有挑战就没的什么意思嘛 最强王者到位40星排位赛 大家好 我是老猪 这一把咱们是正常的蓝看红界尾 然后直奔下路抓一波 抓人的时候咱们那个被动技的存两个 这样的话一段二技能突进 二段二技能来上一个击飞 只要敌方的走位稍微扣前一点 搭配上你那个红buff对面想走是不可能的 此时通过小力图发现敌方赵云是在上路 这就大概意味着敌方的下半部分河道没有视野 所以咱们也是不着急走 中路河道附近蹲一波 想抓诸葛亮先别着急上 稍微观察一下他那个走位 等他一技能耍完 前往二技能刷新被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上他就没得位移了 用强化二技能打住击飞之后 一技能挂一刀大叫拉回来 再接一段强化二技能 一个击飞一个成绩送这位兄弟上路 剩下对面一个赵云红buff黏住他没得跑 稍微有点可惜的是这个头咱们k不到了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助攻也行 下路和中路抓完之后上路肯定要拿一波 但是吧 蔡温鸡这一波很大 程度上是漏了视野 被对面牛头看到之后他也是很会把握机会 你看对面这个控制链 牛头一技能一顶 家罗续上一个沉默 牛头再来一个击飞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但无论如何 这个家罗我必杀 你队友保不住你 你的产线也保不住你 就算是耶稣今天也保不住你 我错的 前期稍微建立了一些优势之后 先做出一个允星已经够了 没必要先做什么暗影战斧 缩减你有蓝buff 而减速的话你有红啊 而且允星相较于暗影战斧来说 暗影战斧的属性允星全部有 只是少了5%的冷却缩减 以及40点攻击力和一点物理穿透 但是允星他却便宜了一半 而这一半的价格足以把风暴巨剑买下来 做完允星直接补上一把风暴巨剑 伤害提升你肉眼可见 可能你会担心物理穿透 允星是不是不够 但其实无论是允星还是暗影战斧 他们都打不动肉 反之只要你不去切肉 那咱们的穿透就管够 等于增伤 那同样是增伤一刀 但是你做暗影战斧 没有我做风暴巨剑那么高 所以你花了17080块 和你花了290块打吹皮效果一样 打坦克的效果也没差 这种坑我就问你怕不怕 那今天你把装备变化一下 只要你花910 风暴巨剑80点攻击力超乎你的预期 跟你先做暗影战斧一样的价格 却可以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Oh my god 姐妹们啊 6分钟不到你的伤害就可以成型 你的对手从此失去好心情 这个玩法一般我都不会用 因为看着对面一直掉心我良心会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玩法只适合打野药 因为上单里没有蓝buff 你做完允星直奔破军的话 冷却缩减不够 玩起来没有那么丝滑 但是你像我是个打野 冷却缩减有打野刀和蓝buff 伤害一高起来 哪怕对面压色出了个反甲 这打起来还是跟砍瓜切菜一样 当然了 我不是说暗影战斧不要出啊 只是不是第一个出 顺风就是允星直奔破军 然后再升级暗影战斧 如果不顺那就是允星风暴巨剑 再升级暗影战斧 前期对伤害是因为这是打野 打野这个位置最容易出节奏 当你有了经济之后 同样的经济 那肯定是要把这个伤害最大化 那不然的话你个打野你先出个肉 这合适吗 这肯定不合适吧 但是你玩上路可以啊 你先做个兵星他也行 那这一波打出一个灵魂三之后 对面剩下两个脆皮 这不用说很好接的 两段二级能上去打完一套就撤 然后直接拉回来 怕诸葛亮给占一个大 紧接着点两个被动 用打诸葛亮的方式 准备对焦罗来上一次顾忌重施 但可惜的是对面水晶没了 那这一把终究还是大具一定 我的名文是狩猎 鹰眼 一个霍元九个异变 完整的装备是打野刀 抵抗鞋 暗影战斧破军 最后是勇业和冰盛之握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